我是劉家廚房的劉俊 我已經入廚九年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人簾麵醬蒸排骨 其實很簡單 這個菜式也是一個很合時令 這個夏天的菜 因為人簾是一種廣東省 嶺南地區的一種特產 青色一粒 細小粒 像橄欖一樣 很酸的 混和人簾去蒸排骨 很簡單 首先把人簾洗一洗 然後蒸15分鐘 等人簾軟了 就可以去核核 其實這個人簾蒸排骨的調味很簡單 用一些漂亮的麵紙 另外我們就加些生抽 糖 兆酒 當然也有這個人簾 其實你會發覺蒸好了出來就軟綿綿一粒 很容易用手指撕開去 可以丟掉那粒核 可以把人簾的肉撕碎 就可以和排骨一起混合 拌勻 拌的時候注意 可以加一些生粉 讓它蒸出來的肉可以乾身一點 最後拌好的肉可以排在一隻碟裡 這隻碟最好是深一點 因為蒸肉的時候會有些肉汁滴出來 最後可以蒸20分鐘 蒸完之後就可以灑一點蔥花 和切碎的紅椒 點住一下就可以上結了 好